也有人想问27和1928 只说这两个怎样看 或者这个消息对他们的影响 刚才提到短期会较弹一点 但是会不会很大升 我想会比较难一点 如果纯粹在短期的看法上说 譬如你可能金沙为例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挨近市场上大概19.5这些位置 做短期目标 银预也一样 以大概42.8至43元 做短期目标 我想纯粹都是这1、2、2、3元的一个炒作 你说要大升 刚才提前中长线的不明朗性还是偏多的 所以赌幅虽然跌幅是很夸张 年来也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些位置要有一个 因为这个因素有很大的上升 似乎还是很难设计 Lucy想问郑奥博 他5.6元有货 应该如何处理 他祝我们平安夜平安 大家都平安 大家都开心 如果你说5.6元有货 其实暂时就在一成价 其实说真的5.6元也不算很高 我想你当时 譬如你解释这个月入 你也是觉得压跌到差不多 觉得差不多够了 所以我想现阶段来说 要回回你的买入价 其实是有机会的 但是在你的买入价之上 譬如要再升很多很多 那就可能难一点了 因为我刚才也说过 其实大方向都是一样 始终要看整个导收的恢复程度 但是短期借着这个因素 可能会担回一些不期的 但是反过来想 因为今次所谓的数据不明朗因素 其实反过来想 本身对澳博的担忧也不太多 因为澳博就是澳门本土 所以它一定有牌子 所以你本身怕的都是美资背景的 所以如果你反过来说 当时怕他们那些多些 澳博没有跌那么多 如果反过来说 数据不明朗也不太多 但也不会打太多 所以以今天的升幅来说 其实澳博也相对比其他 倒期位置少 这是很合理很正常的一个反应 所以如果这刻要弹也好 我想去到大概5.5这些位置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阻力 所以你看到那些位置附近 你会否想先减低一点 始终你说要有一个很大的赞幅 我觉得不要说是否很薄 我想港股现在身上也可能偏难一点 所以有机会弹高一点 如果你是重货的 我想减低一点会比较合适一点